这是一款网页护养工具 简洁美观,功能强大 虽然是英文界面,但操作非常顺手 点击图标选择喜欢的颜色 调节一下遮罩的不透明度即可 点击界面右上角蓝色按钮即可关闭 进入自定义模式,可设置时间段 到时间后无需刷新页面即可自动关闭效果 还可以为不同页面设置不同模式 只需点击底部为当前页面设置 在弹窗中选择一个预设效果 或者自定义颜色,保存即可 点击扩展图标,右上角菜单按钮 即可进入后台查看你设置的所有站点 重新编辑或者删除 也可在此选择前台显示的颜色列表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黑暗模式浏览器扩展 开关按钮非常直观 鼠标单击即可一键开启或者关闭 不需要刷新页面,也没有明显的延迟 右键图标打开选项,后台有几十种预设模式 你可以一边切换一边查看效果 当然如果有能力,你也可以自己编写样式 这是一款可以让网页伪装成墨水平效果的脚本 需搭配油喉扩展使用 这款工具只能本地安装 顺便介绍一下安装方法 点击油喉扩展图标 添加新脚本 删除原有文本 将下载解压出的JS文件直接拖拽至此界面自动加载 点击左上角文件 保存即可 它没有多余的设置 只需根据需求选择开启或关闭后刷新页面即可 这是一款小说阅读脚本 可以去除多余元素 统一阅读样式 具有校正拼音字 段落整理 自动下一页 朗读保存等功能 内置多种背景主题 支持自定义样式与站点规则 这款是专门针对维基百科开放的一款扩展工具 可以让传统界面变得更加简洁直观 尤其是左侧标题栏在浏览过程中更便捷 它的鼠标悬停预览 也比原版显示的内容更全 另外还可以设置字体大小 页面宽度等内容 这是一个可以渲染网页字体的脚本 解决某些页面字体发虚的问题 它比我之前介绍的那款iPhone的渲染效果更有质感 我们可以手动设置字体的阴影半径 另外这款工具自带页面平滑滚动功能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效果 这是一款可以为网页自动生成目录的扩展工具 比如有些文章没有目录功能 我们想滑到指定位置的时候 需要不断翻找 而现在只需点击扩展图标即可弹出目录 鼠标托DRAKE随意移动 然后点击相关标题即可迅速定位到指定位置 这款工具与前者的作用相同 但多了一些功能 比如黑暗模式 高亮显示等 所有功能都可以自定义开启或者关闭 它可以选择在左右侧边栏切换 但无法随意拖动位置 大家可以延续选择 这是谷歌发布的一款 可以查看编辑Office文档的在线扩展工具 支持Excel表格 PPT以及Word 你可以根据需求新建一个文档 先保存到本地 接下来所有的内容都会自动保存 你也可以直接将本地文件拖拽至浏览器打开编辑 如果你的需求不高 也不想运行Office客户端 那这款工具无疑是你最好的临时选择 这是一款网页打印扩展程序 如果你想打印当前网页 可直接点击扩展图标 然后在不改变当前排版格式的情况下 可加大字体 图片尺寸 它最强的地方在于 当你移动鼠标时 会在每个段落前出现一个垃圾桶标志 点击即可删除当前段落或者元素 来节省纸墨 调整完成 直接打印即可 提到打印我就想起来 我前段时间刚入手的打印机 兄弟DCP T325W喷墨多功能一体机 价格不贵 功能全面 打印 复印 扫描多功能合一 并且支持彩色打印 可以打印照片 在经济模式下 黑色打印速度高达28页每分钟 彩色可达11页每分钟 打印效果高清亮丽 一套墨水可打印彩色约5000页 支持WiFi连接微信小程序远程打印 无论何时何地 手机平板还是电脑 都能随时满足你的需求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到京东详细了解产品信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推荐或者建议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共同分享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